各位派先锋,大家好,我是黄李奥,今天是520,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电视连续剧《天道理》有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 无明天地之始,有明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角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玄妙,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一切都要遵循自然规律,千万不要逆天意而行 这部电视连续剧诠释了商场里存在的亘古不变的规律,在当时启发了很多人,直到现在它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的PiNetwork,致力于打造一个造福全人类的区块链网络,是趋势,是时代的潮流 Pi让万千普通老百姓免费挖矿,普惠全球普通人,它一定是符合天道的 另外,我们的Pi比纪绿色环保,还低碳节能,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它是顺天而行的好项目 我们来说说最近我们的PiNetwork的进展,最近我们的KVC进程明显加快了 验证员的任务也明显增多,验证过程也顺畅了很多,很多人在过了五以后,连续过六又过七 这都是明显好的信号 我们的项目方只是埋头做事,从来不敲锣打鼓,卖腰喝 这几年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项目方一直都是低调的实实在在的做事 哪怕中间遇到了困难,也从不对派友们嚷嚷 他们都是默默的解决了难题以后,再平静的告诉我们,什么什么都解决,什么什么都搞定了 没有自夸,更没有浮躁,从不做任何浮夸的宣传 我们必须为他们的这一点务实精神点赞 无疑,现在是我们广大派友最难熬的阶段 请大家摇紧摇关,坚持就是胜利 天道里还有一句话,生存法则很简单 就是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 忍是一条线,能又是一条线 这两者之间就是我们的生存空间 这个时期就是考验我们这个能力修宴的如何的时候 派友们,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 我们就离成功近了一大半 因为你们不再用我黄里奥天天提醒 你们自己都能够每天激励自己 你们已经悟出了道 黄里奥视频分享团队永远走在求真物实的道路上 我们与派友一起努力学习走到最后 我们的项目方目前要打造的不是一个小小的网站 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互联网平台 而是一个将来要在万起上链 万物互联 不光是要普惠全球老百姓 而且还要汇集我们的子生后代的伟业 罗马都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 它需要项目方和我们一起一砖一瓦 一点一滴的累建起来 而且还不能出任何差错 出了差错就是整个项目面临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的项目方要打造的是一个前手未有的 WAP3.0的项目 是要取比特币和以太坊之长 地期之短的下一代互联网 他们的格局不在我们眼前的山水之间 而在于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 大家一定要牢住这一点 他们既然这样坚忍的顶着这么多压力 弃而不舍的努力工作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说风凉话 说泄气的话呢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怪我们的项目方进度太慢 我们只能紧紧的跟随项目方 你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 这不是爱情宣言 这是我们对我们的Pinework项目方 坚定跟随的誓言 这也是我们对派网络的一片忠心 派友们 我们不仅仅挖派 我们还要为派宣导价值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行动起来为派富能 我们不能光指望少数的精英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 那个能量是不可估量的 在Pinework的世界里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可推卸 为他负能的责任 要想获得一笔别人无法想象的财富 我们必须付出别人想象不了的代价 我们一定要热切关注我们的 Pinework的每一步进展 我们每一个先锋赶上了区块链 这趟趋势的高速列车 一定要持续学习和与高人为伍 不然凭运气赚到的又会凭认知不足亏掉 我们一定要明白钱是怎么来的 它不仅仅是靠运气 要想走得快就一个人走 要想走得远就一群人走 认知改变命运 圈臣决定命运 万物归属皆是道 但每个人的道由自己主宰 道是永恒不变的 但道的当事人是变的 不变的道和变化的人构成道的不同和永恒 那就是大道永恒 小道因人而异 命运掌控在自己手里 今天是520也是情人节 希望大家开开心心 家人就是我们永远的情人 我们要每时每刻照顾好自己和家人 而不是只在某一个节日 家人开心了我们就开心 同样Pinework更是我们的大情人 我们要好好的对待我们的派 好好的爱惜我们的项目方 毕竟他们每天都很辛苦 我们要感恩他们的付出 最后要提醒大家按时点亮闪电 每一次闪电将为我们带来不菲的财富 早一天做节点就早一天成为万万侯 必多才是硬道理 好 我是黄里奥 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 感谢大家 祝大家520快乐 感谢大家